今天是12月30号 星期五了 现在下午都已经快五点了 大概逛一下这一带 这边挨着雅园 后面就是雅园 今天天气还可以 平时这个时间 路上就都是家长过来学校接学生的车 今天一个人都没有 对面这个篮球中心 没开 这个饭店好像是今天才开的 前几天也是休息了好几天 应该都是阳性了 现在很多店在上班的员工都是已经阳过的 所以他们才会来值班 虽然在营业但是没什么人 学校呢 现在东莞小学基本上 这周上网课 下周基本上就已经收尾 现在刚通知就是不再返校了 直接就回学校拿一下被子 收一下这个寒假作业 然后就不用再过来了 这个学校有两个节生门 刚才我们在一个就是很多蓝棚子那边 这里右拐还有一个门 基本上到这里的时候放学 前面这个就是右掌门车道就已经被堵死了 要等很久才能过去 学校好像值班的人都没有 现在来到这对面了 前面就是等学生的地方 对面就是南博职业技术学校 现在应该算是广东科技学院的 这一大片就是政府的自留地 这一大片就是政府的自留地 外面这一圈被挡住了 其实里边有很多这个很多人在这里面种了 不过都是一些老人家 现在年轻人也应该也没有多少人会种地了 往前面走就是环城路 前面也是个小学阳光六小 因为这条路通过六小直接就到这个绿色路 所以平时这里人都是非常多的 这边是这么多肥料吧 前面这个下车就是科技学院 然后环城路 然后就来在二家里面 开心那里面 慢慢需要那种平衡 开始地乱 会开心 下轮 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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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接学生的 现在应该也都放假了 这里是新鸡河 就是下面这个河 往前面一点 这片树林前面有一条河 这条河在这儿 这边栗芝林 前面走不了多远 就到绿色路 所以这条路平时加上学生 测流量还是可以的 这都是学生节奏站 这都是学生节奏站 前面就到绿色路了 这是新盖的一个大楼 这是新盖的一个大楼 前面就到绿色路了 这是新盖的一个大楼 后面主要都是一些人装 这小院子挺不错 往回走吧 刚才大概走了一下 这一段应该也算是雅园的范围 就这个学校的这一片区域 基本上学校都已经提前放假了 因为一直在线上教学 就跟方家区别是很大 那条路呢 平时人还是挺多的 现在人就特别少 这个点都已经到饭点了 应该是很多人 担心羊吧 再一个有一些人可能在居家 因为家里有人呢 还羊了 可能还需要另外一个人去照顾 所以现在街上人会少一些 过几天吧 地区羊了康复了 人应该会多一些 今天先拍到这里